大家好 前两节课呢 咱们已经对Controller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就主要来关注一下 能够让性能测试真正运行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组件 负载生成器 那么只有当负载生成器能够正常的工作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多线程模拟的虚拟用户 才能够真正运转起来 所以没有它性能测试所有的东西呢 都没有任何意义 它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它并没有单独的作为一个组件独立出来 而是呢 和Controller整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整合呢 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性所在的 因为Controller本身呢 它是一个控制器 很多东西呢 跟这个性能测试运行相关的东西 都需要通过Controller这个中间的 这个核心的控制器来控制 那么负载生成器呢 也需要被Controller控制 它是怎么来控制的呢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边一个基本的架构图 那么我们的Controller啊 就在这个位置 中央控制器 这是Controller Controller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一个界面 那么负载生成器呢 就是它里边的这样一个小点啊 看上去很很小的这么一个功能点 但是呢 它却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负载生成器 它为什么还需要被统一控制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呢 我们的这个负载生成器 它是可以放在几台电脑上啊 同时产生负载的 什么原因 比方说 我现在要模拟一万个用户 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一台电脑的CPU 很难模拟到一万个用户 它没有办法并发那么多现实 它CPU基本上已经就耗光了 所以没有办法做到 那怎么能够模拟出来一万个用户呢 那当然就需要可能需要十台 甚至二十台电脑 我们才能真正模拟出来一万一万个用户 那这个呢 到底需要多少个电脑 跟我们的电脑的内核数量 跟我们电脑CPU的内核数量 和这个相关的一个配置是有关系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一万个一台电脑搞不定 那怎么办呢 至少要多台电脑 那多台电脑怎么能保证 它们可以同时执行同样的场景 执行同样的请求呢 那就是通过Controller来统一的进行管控 那么多台电脑的每一台电脑 其实就是一个负载生存器 这边呢 价格上我们其实只给它立了两台 那么三台四台五台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它们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控制器首先会把这个性能测试脚本 发放给这边的负载生存器 那么负载生存器呢 该发它的请求 发请求 发给我们的服务器端 该获取它的性能数据 获取完了以后呢 获取完数据以后 当我们的性能测试执行完成 那么这个负载生存器呢 每一台负载生存器 还会要把这个所有的数据 再返回给Controller这边 这样呢 当我们运行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获取到我们的全部的性能测试数据了 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就这样 其实价格也很简单 控制器控制负载生存器 让它们生成负载 然后呢 负载生存器呢 去访问咱们的这个备测系统 那么所以啊 简单来说 每一个负载生存器 就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就是一只肉机 被我这个Controller呢 就是一个主控端 我拿来控制这些肉机 往某一个系统发请求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Lowrunner里边呢 事实上 它是怎么样让这两 这边是一台电脑 这边是一台电脑 它们都在不同的电脑上 它们是怎么通信的呢 我们 会在咱们的电脑装好 Controller和这个Lowrunner以后呢 我们会在电脑的这个右下角 系统托盘的地方 看到一个类似于 这个卫星天线的那么一个图标 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 这个Apaq XAMPP启动的时候 443端口 可能也会被这个图标给占用 这个图标 其实就是一个监听程序 它呢会一直监听有没有控制器 给我发这个脚本过来 给我安排任务 那么这个控制器呢 它在对应的菜单就是在咱们的工具菜单底下 有一个Lowrunner Edging Run Time Setting Configuration 就这个小图标 是一个这个雷达或者卫星天线 雷达这样一个小图标 我们启动了以后呢 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系统托盘底下 那这边输一个密码就行了 就会在我们的系统托盘右下角 出现这样一个小图标 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小图标突现 就意味着呢 我们的负载生成器和Controller 可以互相之间进行通信 可以连通 那么具体的 咱们就通过这个Controller里边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现在由于我实体机只有一台电脑 并没有第二台电脑 所以呢 我需要在我的另外一台电脑上 我的另外一台虚拟机上 给大家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相当于我这边实体机自己本身算一台电脑 算一个负载生成器 那么我的另外一台虚拟机呢 也算一个负载生成器 这样就有两个了 就可以模拟出来多个环境了 三个四个道理都一样了 那么我们切到这个底站这边 在这边呢 我们的负载生成器 目前只有LocoHorse 就是我本机只有一台 我们呢可以继续去增加 增加一个负载生成器的话呢 只需要在这边 Name这儿我们直接输入对应对方的这个负载生成器这台电脑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注意这边Name不是随便输的 输的要么是你的这个在局网内可以解析的某一个机器的域名或者机器名 要么就是IP地址 建议最好是IP地址 这样呢 完全可以精确的定位 那么我的这个另外一台装有这个负载生成器的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1.134 好确定平台是windows啊 当然这个loaderunner的这个负载生成器啊 是唯一一个可以还可以安装在Linux电脑上的 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只能在windows上用 但是那个负载生成器啊 是可以安装在Linux操作系统 简单提一下 确定 这样呢 相当于我就增加了两个负载生成器了 那么LocoHorse算一个 本机机可以就作为主控端嘛 我当然自己 我也可以发请求吧 这也这很好理解 那么另外有一台 那这两台到底这一台呢 有没有连通 其实我们是需要先测试一下的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咱们呢是到这来 那不是啊 这是脚本 这个 loader generator啊 这个小图表 在这边我们看到啊 打开这个loader generator这一个界面以后 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两台增加的负载生成器 但是目前他们的状态都是当的 就是没有连通的 我们需要真正的做之前一定要测好 确保每一个负载生成器都是可以连通的 状态是确定的 这样呢才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么直接选择 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增加啊 这样都是同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呢选择connect 连接一下试试看 看能不能连到这一台电脑上来 有可能由于防火墙的原因 由于用户名密码的原因 由于对方服务没有启动的原因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可能连不通 但ready呢就表示 连接已经通上了 那是另外一台电脑 好这边呢 本机当然肯定可以连通的啊 毫无疑问 这样才确定 你看我们可以获取到 这个是 对方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 我的本机是Windows 17 另外一台电脑呢 用的是Windows 2003 没有问题 好 确定 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啊 这两台这个负载生存器是可以工作的 好 负载生存器指定了以后 接下来要干嘛 接下来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明确指定 比方说这边并发的这 一百一千个吧 一千个用户 到底 每台电脑 应该放多少个 到底应该用哪些负载器来并发这一千个 这都是需要指定的 一个负载生存器的一个基本的选项 默认这边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负载生存器增加了 但是呢 他用的只用了一个 如果我们选择这个 也只能选择用这一个 这是Lowrunner里边设计啊 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我们毫无疑问 你想做一个测试用来说 我既然来在这边增加负载生存器 我既然增加了毫无疑问 我肯定是要用它 我才去增加 但是呢 我们这样增加了是不行的 必须在这边还要明确的指定 我这两台电脑都要用 但这个怎么指定呢 你会发现你选不上 按住Ctrl键或者Shift键 你都没有办法多选 这就是Lowrunner设计的地方啊 非常别扭的 一个点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切换到 我们最开始给大家讲的 有个Percentage Mode 先把这个场景转换到百分比模式 先转换过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边显示的用户数量呢 就变成了百分之一百 好 那么在这种模式底下 我们这个负载生存器呢 才可以多选 大家看界面长得都不太一样了 我直接选择所有的负载生存器 或者是呢 我按住Ctrl键 要几个选几个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还好 如果我有十个负载生存器 但是我这一次只用其中的三个 那你选你要那三个 就直接按住Ctrl键 然后呢 再点就行了 可以多选 或者你如果所有都用 直接All Generator 这样呢 就表明我们的虚拟用户 他会被分配到这两台 负载生存器上面 默认的情况是等比例化本 如果是两台 那每台百分之五十 如果是三台 每台百分之三十三 有一台百分之三十四 就是这样等比例的画本 好 那么当有这样的一个虚拟用户了以后 咱们还可以点这个图标 注意 这个小图标 有三个小人 有三个小人 点这个三个小人的这个小图标 虚拟用户数啊 这个没有问题 先切回 先切回这个虚拟用户的模式啊 就百分比模式改完了 那这个负载生存器以后去切回来 先切回去啊 好 切回去了以后 在这边打开这个对话框 我们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负载生存器 每一个虚拟用户 这边对应的是虚拟用户的ID号 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到底是在哪台负载生存器上 我们可以看到 但目前这边只有一台 切换回去啊 先把这个负载生存器指定了 按住Ctrl键 把两个都指定 那指定这两个 然后呢 切换回去 好 OK啊 这边 这个版本好稍微 好像有一点bug 如果是选择 Ordine Rater 它没有办法保存啊 所以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Norunner的新的版本啊 特别是 现在十一这个版本 bug很多的 包括ViewG里边啊 也有很多bug 像这个 自动关联的功能 自动关联 我们本身并没有去给大家介绍 因为啊 手动关联 搞明白了 不需要去用自动关联 还有呢 像这个 咱们的LR Output Message 如果输出的文本里边包含error 这个关键字 那么它会当做一个输出成一个错误啊 等等 这种bug都也都是有的 但这些呢 不影响大局啊 最起码 我们这样能解决就好了 毕竟我们呢 不是要去凑这个工具本身的 只要能用呢 就可以了啊 没有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切换回来了以后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脚本 这边有个Vitual User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到底运行在哪一台负载生成器上面 默认是50%对吧 那么前边的50%的用户运行在这个192.168.11.134这台电脑上 后边的50%的用户呢 运行在我本机啊 这样呢 做了一个气氛 但是呢 我们这边啊 它还提供了更精细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哪些用户在哪台负载生成器上运行 哪些用户 我们可以修改 修改 直接针对每一个虚拟用户 我们都可以修改它的状态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 集合点一样 我们可以精确到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的一个策略 一样的道理 这一点呢 就是说这种商用工具 它会控制的非常的精确 比起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 开源的工具 或者我们自己写的一些脚本来说呢 这是它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些地方 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 有什么太大必要呢 我并发一万个用户 我难道还有时间 无聊的去每个用户 说你这个用户 你在这台电脑声音器 一个用户用户去指定吗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这种商用工具 很多这种花枝招展的功能 你看上去挺强大的 事实上 它什么问题帮你解决不了 这就是很多这个 大家刚入门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就觉得这些功能这么多 我怎么学 这么大一个工具 抓不住重点去 也就是在这些地方 因为它提供的东西太多了 而很多东西应该说我觉得啊 三分之二以上 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西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像我们去用word 用PPT一样 我们用到的也就它百分之十 一二十的功能 足够了 足够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呢 就按它默认的去分配就行了 每十台负载生成器 每台就十分之一嘛 二十台负载生成器 每台就成了二十分之一嘛 很简单的事情 这是关于负载生成器 那么指定了以后 相当于我们也明确的知道 哪些虚拟用户会在哪台 会被下放到哪台负载生成器上去运行 这样指定好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正常来运行脚本就行了 至于这个运行脚本的过程当中 Controller和这个loader generator 它们之间是怎么来通信的 这个细节我们没必要去过多的关注 这是loader在开发的时候 它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基本的一个通信 基本的一个控制 它们怎么样一种通信的机制 我们不用去过多的关注 只要确保负载生成器那边的服务 是起着的 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看的loaderunneredging runtime setting 这个确保就是这个雷达卫星的这么一个图标 确保在系统托盘的右下角启动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界面啊 看不到这个系统托盘的图标 所以我给它形容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点一下刚才那个loader engine的配置一下 数据你的用户名和账号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 它就可以和controller进行通信 那么controller呢 会把我们的开发出来的这个性能质脚本 编译成一个 C远和脚本 交给这个负载生成器去运行 负载生成器运行完了以后 它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它也会去收集 收集完了以后呢 再发回给这个负载生成器 简单来运行 发回给这个controller啊 我们简单来运行一下 当然这边有1000个 我们运行很长时间 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就简单让它能够跑一阵子就行了 这边的这个集合点 我没有禁用啊 所以它现在正在一直在集合 那我们就让它 首先让它集合一次吧 1000个啊 系统基本上是根本 根本扛不住这1000个用户的 我们看看集合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1000个一次性的就把这个请求发出来了 好 1000个集合完成了 那么开始运行 那一旦运行 哎呀 我们看看爆出了啊 什么原因 确认一下 连接被拒绝啊 因为用户数量太多了 这个请求根本发不出去 好 慢慢的让它推出了 没有关系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当前这个我的APA企服务器设置成没有办法支撑1000个用户同时访问 在APA企服务器那边的线程里边设置的是应该是默认是250个最多只能允许250个用户同时访问啊 这个后边的话呢我也会给大家讲APA企的一些这个新能指标的时候会给大家去专门介绍那个指标的怎么来修改和调整啊 就是我的系统支撑不了1000个就是这么一个一回事 所以系统报错了 直接把我的这个连接给关闭了啊 再来看一看这个错误消息 连接被拒绝啊 服务器呢不再接受新的连接了 失败了 好我们直接先停止 好注意看 这个画面collet collet results正在收集结果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controller和负载生成器之间的一个数据传输 就我controller先把脚本发给下发给你负载生成器 你负载生成器运行完了以后 我再把结果给给我传回来给我啊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collet results啊 我们关闭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呢 在这边有一个选项 autocollet results 勾上这个选项就表示呢 它会自动这个去收集各个负载生成器发过来的一个测试结果 我默认就勾上就行了啊也没必要去管它 那么这边说到这儿呢 这边简单给大家提一下result settings 里边呢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个结果的运行的目录 什么意思 就我们采集的这些数据它总得有个地方保存呢 在这边result settings里边 我们给它指定保存到哪个目录底下 因为这些结果要保存起来 后边我们对结果进行分析的时候要用 OK我们不是说在这边看一看就行了 这些结果要保存 后边我们还要去对它进行分析和加工的 包括生成一些报告啊等等都需要用到 那这样一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负载生成器一个使用的完整的一个过程 注意一个关键节点 就是我们怎么去加负载生成器 在这边添加添加完了以后 根据IP地址 一定要确保测试一下能不能联通 这是第一个关键节点 大家注意的 第二个关键节点 在这边指定负载生成器的时候 咱们必须要转换成百分比模式才可以啊 才可以去指定 主要就是两点啊 其他的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好再去给大家强调的了 相信大家通过这节课的演示呢 应该说能够知道怎么去用了 大家完全可以了 在自己的电脑上 在你的电脑上再装一台虚拟机 甚至你的内存够 装两台虚拟机 模拟一下三台电脑来做负载生成器 做一下这么一个小实验 基本上这些知识呢 都可以搞定了 好 咱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